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湾大新闻,我是廖品涵 国人近年重视身体健康,全民运动未为风潮 而室内飞轮运动就是一项很好的选择 可以燃烧体脂肪减轻过多的体重相当的吸引人 但要注意的是,如果热身不够又过度的激烈运动 就可能造成恒文肌溶解症 严重的事可能还会引起急性肾衰竭 新北市立联合医院提醒民众不可以不防 新北市立明23岁的女性在过完年后 想要瘦身减肥而报名的室内飞轮运动 于第一次上课时足足起了50分钟的飞轮 回家后两侧大腿感到疼痛、酸麻 隔日起床后发现大腿肿胀 走起路来有些吃力以及脑液颜色变身 经检查发现为恒文肌溶解症 立刻住院接受治疗 50分钟踩完以后就发现这个双脚就非常的疼痛 而且有肿胀的现象 那它也不以为意 那隔天早上的时候就发现尿尿就开始变得比较深色 那两三天后真的是痛得受不了了 就来我们急诊 我们给他诊断了 就是所谓的恒文肌溶解症 那可能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 之前的热身不够 然后又突然间做这样很剧烈的运动 水分也补充不足所造成的 那这个病如果严重一点的话 可能会造成急性肾脏的一个衰竭 有可能会洗肾 所以说一般就是说这个如果 第一个太过剧烈的运动 第二个你的这个水分补充不够 还有你附近的这个温度 如果是过于这个潮湿闷热 让你的这个温度散不出去的时候 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疾病 同时学员定医师也提醒 进行任何运动时 因循序渐进的练习及量力而为 不要因气氛热烈而过量的运动 而在过程中如果感到任何不适 就要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 介绘将素装报道